唉 說啥都晚了 今天是老婆離世出世 離開第二天了 晚上睡覺閉上眼睛 做夢 不是做夢啊 一閉上眼睛都是出車禍的時候 你讓你 心裡邊 空老了 說不清 回到家裡邊 看著他的 以前穿過這些衣裳 給他疊疊收拾收拾 以前自己也不知道收拾衣裳 弄了衣裳隨便 弄了衣裳哪也是 亂七八糟了 回想當時年 我跟他認識的時候也是經過朋友 經過鄰居親戚介紹了 找那個沒人介紹了 然後 當時通了一段電話 後邊不知道什麼原因 可能可能對方不太滿意 不知道咋的就斷了 不怎麼聯繫了 我以為沒啥希望了 後邊 那邊又說願意啊 又主動 老婆這邊主動跟我這邊聯繫 然後我就經常往他家跑 跟他打電話 家裡邊就把這 婚事 很快 大概 有半年 也就定 也就定下來了 來吧 老婆非常喜歡讀書 也是個文化人 畢竟人家是大學畢業 我這是初中畢業 初中都沒畢業 領著小學畢業 那還是去那個南方 一個大學 那是南昌了 那是南方一個挺有名的地方 現在猛一想也想不起來了 學的好像是會計專業 唉 一晃了 從結婚 到 老婆懷孕 把兒子生下來 現在已經過去七年了 我現在看著每一件 老婆的東西 毛子裡邊全是回憶 回憶都是他來成 平時跟老婆可能也很少溝通 白天一上班 一上一整天 早早早 早晨走了 晚上回來 然後陪陪孩子 說幾句話 天黑了 回去看了孩子 我過來 把家收拾收拾 給孩子拿點玩具 真不知道 讓孩子知道他媽要不在的話 會心裡邊那個多難受 唉 老天爺就是無情啊 家裡邊雖然亂糟糟了 但畢竟也是個家 平常晚上回來都是老婆做飯 我回來人家把飯已經做好了 就可以直接吃了 甭敢做了好事難吃吧 畢竟有個老婆子 大家給自己做飯 頭天晚上做了大米飯 然後回來 沒吃多少剩了點 我說第二天 想著等他回來 我上班走 等我下班回來 吃他那個做了蛋炒飯來 結果 早晨 我還沒走咧 就出事了 現在坐在這兒 我就不行 說實在了 我不想回去 不是不想回去 是坐在這兒 一直發呆 不知道該說點啥 好 滿腦子都是他的身影 之前 有過拍視頻的習慣 還留了幾幾個簡短的老婆的 當年背著孩子 出去的一些短點的視頻 還有一些照片 現在 時不時的就想打開看看 看著老婆的衣服 還有她的包 曾經用過的東西 心裡甭提出 一想這事就想苦 一想這事就想苦啊 一想這心裡面就難受 這房子是政府分配的房子 我 我在想著 當時簽了三年了一些 我不想 雖然孩子還小 反正我想 隔幾天就過來看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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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唉 看著這些東西 我是心裡邊真是難受 對 唉 平時跟老婆 缺乏溝通吧 溝通有時候說著 說到一塊兒了還挺開心 有時候說不到一塊兒了 就吵起來了 現在想想 唉 可能就是這麼回事 人在的時候不知道珍惜 整天又吵又是吵架 又是喊 又是喊 也不是喊啊 反正我跟老婆之間 基本上沒有很大的矛盾 但老婆可能就是想我掙錢掙的少 再一個老婆跟我說好幾回 她喜歡旅 好像她喜歡旅遊 想去外地都賺著 結果呢 結婚七年以來 最遠的地方 就是去過星台那邊新建來 袁伯園 但這還是逛了一下我 別的時候 基本上都是 逛些商場啊 帶著孩子 去哪兒遊樂場玩啊 都是老婆帶著去的 一年365天在外邊上班 出了每個月謝兩天 然後過年這個幾個假 別的時候 早晨早早走啊 晚上晚上回來都天黑了 一晃七八年過去 本想著跟老婆一塊拜託到老 哎 我收拾那個枕巾 上面還秀著呢 讓我們一起白頭到老 是我們的約定 這可好 她先走了 也許 這對她來說也是一種解脫吧 我始終是放不下 有機會 我真想找一個 修行高人 請教指點指點 不管怎麼樣人已經不在了 日子還得往下顧哈 孩子還小 就把她拉扯大 上學 結婚 生子 有一天 啊 身體 我也老了以後身體不行 到時候我也就可以 去找 到時候我也就可以去找我媳婦啊 老婆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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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真是對不起你啊 這七八年來 整天在家裡邊 很想陪你出去 很想陪你出去 現在想啥都晚 我還養過幾隻乌龜 為啥養五威呢 還是老婆帶動來 當年老婆買了一個小霸氣龜 然後 她也不管了 就是我也挺好奇 又是從馬上買石頭 買魚缸來 結果養死養死了好幾隻 就是 現在對 養五威這件事情 最早我也不上枝 也是老婆帶動了 出車禍的時候 可能當時就已經不在了 但是 我總想著如果能夠 如果救護車們馬上到 人員到 當時能夠馬上搶救的話 可能還有一些希望 如果當時 老婆買這個電動車的時候 我拒絕他 不讓他自己主意 自己 自己一直堅定點 不讓他買 我買個燒大點的電動車 戴上頭盔 可能 也沒有今天這事 以前 當時老婆也有這種想法 就是早晨我正好上班 讓我去送孩子 正好我順便把孩子送到一元二元 然後我就去上班了 最後我這個懶蟲 在家裡邊磨吉磨吉 如果是那天 如果是那天 都在這兒錄過視頻 檢討一下自己吧 不知道以後 你還能不能看到這個視頻 當你看到這視頻的時候 你一定要 記住你媽媽呀 因為我感覺當時出車禍的時候 當母親的那種母愛保護孩子 應該 那一瞬間可能 為了保護孩子 把孩子 為了保護孩子 他一下用身體可能擋住了 可以說是老婆用命 救了孩子一把 所信孩子沒有什麼大事 就是腿上蹭了一塊上 眼睛上面可能碰了一下 也腫了一下 都是一些皮板上 唉 孩子現在也大了 雖然 還不是很清楚 但是他 我感覺他 已經感覺到他媽媽不在 因為他 一兩天吧 不提媽媽這事 過個十天半個月 一兩個月 還見不到他媽媽 他會 肯定會問 因為這幾年 這七八年 都是基本上都是他媽媽帶著他 不管是出去玩 去遊樂場玩 還是 晚上睡覺的時候 哄他睡 都是他媽媽 我這當爹來 晚上晚上睡 和打呼 然後呢我就 搬到外邊 沙發上睡了 被一晃這麼多年過去 可能孩子對他媽也有一定的依賴 要不說 我感覺這孩子不能沒有媽呀 寧可沒有爹也不能沒有媽 這是我來感想的 唉 說啥也晚了 說啥也晚了 老婆在她家裡邊排行老大 上過大學 她的弟弟和妹妹都沒上大學 老婆還是一個比較聰明的人 老婆還是一個比較聰明的人 基本上他問他啥 人家都不知道 而且他有自己的一些 獨到的見解 有什麼事的話 有時候我還是問問他 咨詢一下他 現在好了 人走了 人家說話的人也沒有 只能對著相機自言自語 做個記錄了 行了 堅強 同事老闆過來 昨天晚上過來 在家看了看 他在家探望 都跟我說 讓我堅強點 堅強點 孩子以後 還得靠著 還得靠我呀 父母都老了 好像一想這事 心裡就難過 這坎兒始終輸過我去 老感覺這個事不應該發生就 不是不應該發生 老感覺這個事就不可能 怎麼可能發生到我身上 以前在網上看一些交通事故視頻 就沒發生在自己身上 也沒啥感覺 現在這事兒 輪到自己身上 晚上睡一覺都睡不好 父母心裡邊也難受 唯獨現在 不敢告訴孩子 等孩子以後稍大點 知道事兒的話 再跟他說吧 再跟他說吧 孩子五六歲 早早的沒哪家 這種人間悲劇 可能每天都在發生 從古至今都沒有斷過 即便是這樣 這種事我也不願意發生在自己身上 誰願意發生在自己身上 結髮妻子 懷胎十月 辛辛苦苦 嫁給自己 給自己 生了個兒子 就這麼年紀輕輕了 才三十多歲 才三十一歲就走了 太難了 太難了 不就想在家裡把座拍拍的 但是 但是 必須走吧 天已經黑了 我得回去 給孩子送玩具 陪他睡了 晚上陪他睡覺 陪他講講故事 就說到這吧